她是借一共是一亿一千万 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么多家人 一时间说我妈妈的坏话 这样的年纪太可怕了 离婚吧 大家好 我是小雅 我是老娃 这是我爸妈 这是我们家的鸭子 我现在是在老娃东南亚南方 在年纪 在我的老家 关于昨天我拍了一些视频 分享我家有借钱 有借银行的钱 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家人的评论 正在讨论我这个事 说我现在作品怎么 总是感觉是假的 不是真实 很多家人都说 小雅我不喜欢你这样拍 我还是喜欢拍你 拍你的真实的生活 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昨天跟 我把他放了 我昨天拍那些视频 就是我真正的生活 我从来都没有跟人家分享过 之前我在十几万的粉丝的时候 我经常在直播间里面 有提过这件事 说我们家借钱 借银行的钱 我父母献银行的钱 我的房子就抵在银行里面 还有我父母做生意也做亏了 就是家里面都没有钱了 我有提过的 就是说我没有拍成视频而已 我今天呢 我昨天的视频呢 我就突然那样发上去 大家都说怎么视频 怎么变成这样了 还不是之前的风格 昨天的视频的话就是很突然的 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么多家人 一时间说我妈妈的坏话 是我这种上母娘 有多远离多远 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叫我 我和万里之间 这样的话 这样的年轻太可怕了 离婚吧 的也有 还有是什么 叫我 叫万里 这种这种的娘家 这种的女的 就是 有 离开远一点 注意一点 我跟他说 我们家的事情 我们自己比谁都还要清楚 即使说没有表达出来的清楚 给大家 就是 能看 能看懂 到底这个情况是这样 哎 没有 过来吧 好好来了 我在这里我也不想讲很多事 我也不想出来解释 为了 就是 不理解我家的情况 让所有家人都要 开心 都要高兴 都要理解 能理解的家人呢 都说 你们做得很好了 就是 概概帮帮帮帮帮帮帮就帮 然后很多家人就说 不是有两个哥哥吗 哥哥去哪里 为什么不帮忙 我二哥每个月就一百万老币 属于是五百或者四百左右 而且我哥哥结婚了 他要上门 他上门到去做女婿 再来我是 上门的人的话 要养家 像他这个工资的话 他怎么能帮我妈妈 他自己过生活都不够 我也不想提很多我家的情况 我觉得 我该分享 我就分享 我还是留点空间 是我自己的生活 是这样 虽然我是分享 路上生活是真实 但是有一部分 我也不想提出来讲 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今天就想来表达 想来给大家说 借钱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妈妈 我要爷爷给我抓一只鸭 行 我上学的之前 妈妈有借过 但是他们俩可以做小生意买卖 他们全部还了 但是家里面又遇到困难 也要借 继续借 这次借的话 我问我妈妈是 她说我要借十五年 我昨天收到了 就是还款的 还款的信 从银行过来的 大家都说 一会儿说你老公看不懂老闻 一会儿 一会儿你说你看不懂老闻 你是不是老不人了 虽然是我全不看懂 但是我不想 让我万里知道 让我老公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话 大家说 这实是什么样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我老公来年家玩 我家都有来了 还款的信 放在家的门口 我肯定不想让他知道 但是在心里面呢 是已经写出来的很清楚 是利润是百分之十 要还的是两百五十万 最后人民币就一千块钱 他都能看懂 这个的话是 小孩都能看懂这种数字 我老公接着说 说吧 我们俩是夫妻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可以说 我都想知道 他是这样说的 我亲爱跟他说 这个是要还款的 是银行 限了两个月的钱 没有还 是我妈 最想去中国玩 把我把在家 他就没有钱还 我亲爱跟他这样说清楚 就是这个情况 大家说 之前 你老公有打过两万块钱 那两万块钱是去年的事情 就拿来建了这个猪婆 还有 美国也遇到困难 也不算美国也嘛 偶尔一次 我们 就是 很困难 很困难 没有了 他才告诉我 上一次他去中国玩 家里面有 有没有 没有还这个钱 他也没有告诉我 但也要说 你妈妈上一次 不是去了中国吗 还帮你去卖国 还帮你去带货 你没有分给妈妈吗 分到钱了 怎么还没有 怎么 怎么还说 我们还没有钱 我跟他说 上一次我去带货 或者我妈陪我卖国 我妈一分钱 都不要我的钱 他说 看你们太辛苦了 上一次去福建 说要带他去玩 他都舍不得去 他说他不去 他不要 但是他现在的钱 他也没有告诉我们 现在两 上次可能算一个月 我们回老挝 加上一起就两个月 是这样的 他都没有告诉我 很多人都说我妈妈的坏话 我真的说不了 我觉得我今天 我必须要出来保护我妈妈 虽然 平时拍视频的话 大家要说钱 钱钱钱 什么都是钱 你们这个老挝 或过 婚姻怎么选择钱 就是平时帮忙的话 也不是很过分的一件事 好了 我家的事呢 我真的最后也不想 给大家讲事 什么很多 也是太多也没用 就是我没办法 为了做 每个人都满意开心 嗯 还有一件事呢 大家都想知道 妈妈到底借了多少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我也给那个工作人员联系过去了 我打电话跟她聊天 我先了解一下这种情况 是什么情况 她说我也是第一次接你的电话 她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妈妈还有女儿 你妈妈根本没有提过她有女儿 她女儿嫁到中国 我跟她聊天 我见我从中国过来的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她说那我就给你理解 她就跟我发了这个计划过来 她是借一共是一亿一千万 这赫利民币的话是四万左右 四万左右啊 时间要还的话可能四五年嘛 在这里写的是 18号9月2018借的 还款结束的时间是 18号12月份2032年 利润是百分之十 是这样的 她说刚开始的话 可能要换的是利息 后面的话再还她有借的 然后我问她 现在还有剩多少 她借给我打过来 还有九千多万 九千一百万左右 她问我你要旋还吗 如果旋还的话 也可以进来了解一下 我说我还没有去订这件事 我还要跟我老公上联 她要说 你这个两千五百万 还要问老公呢 我做自媒体 我挣的钱 也是我们两个人的 复习公共财产 我老公挣的钱 也是我们两个公共财产 我必须要跟我老公上联 如果我老公同意 或者我们两个人能说通的话 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要帮妈妈的 我们在中国 我们要生活 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条件 也算是很普通的 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两个人必须要沟通好 就是重点 就是这个问题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不管我家发生什么事 生活呢 还是要继续努力加油 感谢我所有家人的知识 下期见了 拜拜